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许音会 从幽默中集体智慧 在校生中团地快乐 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 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 再次欢迎大家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 叫交个朋友 生活当中确实是需要多交朋友 但是朋友一般分几类 对吧 有这个良私欲友 还有一部分朋友叫损友 可能有朋友就说 这损友不好 但其实也不是 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个损友来调剂 为什么您想吧 这个朋友他熟才能互相损 对吧 那生可能就互相比较敬重 熟一点可能还是比生一点要好 但是这损友呢 也得把握一个度 有时损友过度了耽误事 那你像我有这么俩损友 哎呀 这俩人太讨厌了 我恨成恨之入骨 为什么呢 订点什么事啊 订个约会 从来没扫到 都得我打他们 老迟到 这上回吗 我们订的啊 这个九点 一块打球 我一看表十点半了 我给打电话吧 我说你们知道几点了吗 啊 十点半了 这别 别说快到了 我知道你们俩压根都没出门 你们啊就是损友 啊 以后别跟我交朋友 怕把电话就撂了 哎 骂完他们心情好多了 而且呢 我也踏实多了 一扭身 铺上被拖 我也睡觉了 可是我们仨谁都没去啊 说到这交朋友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 应该说是我们相声界很多同仁的好朋友 而且同时他还有一位他的朋友 应该说大家更加的熟悉 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 杜明主持人 大鹏老师 有请 欢迎大鹏哥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小鹏哥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民优贵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大鹏 欢迎欢迎 看到这个大鹏哥啊 心里啊就特别的亲切 为什么呢 这个大鹏哥是北京文艺广播啊 这个当年啊 什么开心茶馆啊 是 龙小林 哎呦都没少听您的节目 而且呢 我们相声广播当年初创的时候 也没少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去学习 我们是真得有20年前就认识 真是真是 这个大鹏老师真得有 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 应该的 咱们同好 而且呢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朋友啊 这个大鹏老师 既是我们相声界大伙的朋友 同时在其中 他还有一位朋友 就是这个裴岩的老师啊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的相声演员 郭德刚 是 应该说 郭德刚老师自己也承认 就是当年是这个大鹏 捧红的郭德刚 这个话是 我从来不承认 你不承认 不承认 人家 这个我们相声界都承认 郭德刚老师也承认 唯独你自己这么不承认 没用 我和您一样 就是在这个岗位上 做了咱们这个岗位 分内的一点事情 如果说起到一点助力作用 那咱们很高兴 但是绝不能说 是我们捧红的人 这个真不能这么说 郭德刚老师有一本自传 人家是单独开了一张专门写的 就是说如果说谁是捧红了德云社 那一定就是大鹏老师 那您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 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最早第一次去看那演出的时候 不是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天桥乐 那会儿还叫潘家园 就卖古丸子那地方 我知道知道 华生天桥 在那个地方呢 一个很简陋的剧场 特别可乐的是呢 夏天去看演出 那个顶棚是铁皮的 特别热 只要一下雨 里头闷热不算 那个雨点打在上头 就跟胖子似的 所以我去了以后 发现没法录音 这一次之后 大概过了两个月 他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天桥乐 我再一去 底下是十几个人 后来知道 其实里头有一半是演员 因为后台没地待 在那窝着 从整体上 就是作品上 真的非常的打动我 但是和底下的这个观众 的人数 不成比例 我看着我就觉得 不应该这样 为什么呢 我就想着呢 如果说我们在节目里面 能够说有一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 有这么个地方 有这么一群人 在演像上 能不能多一些 咱们商户商户 能来一百个人 就算是成功了 就在节目里头 播了这么一组 就整个一星期 都播的是这个段子 然后告诉大家周末有演出 在下一个周末 我再去看的时候 没有达到我说的一百人的标准 那天我数了 大概有八十来人 这个时候呢 人已经比原来多了 当时张文顺先生 还在世 就当时说 就咱们得想想办法 就怎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现在已经来了 比以前多了 咱们再想个什么 有效果 就搞了一个 大家可能后来 很多人提到过的 就是濒临失传的 传统相声专场 那么为这组专场 请来了当时几位老先生 和这个郭老师 一起到电台来做客 那个周末 直接那个剧场 就是所有的座都满了 然后从外头的小饭馆 去现搬椅子 有那场录像的人 能够看到当时急着忙慌的 就是今天的烧饼 是那个样子的 当时的烧饼 是这个样子的 去那搬着椅子过来 那一天最后累计 是近了297个人 后来就一步一步 再慢慢地发展下去 是这么个过程 你要说我能想起的画面 我特别认同他说的那句话 你们谁说 你们把我捧红的 你再捧一个我看看 这句话我真的很认同 也有道理 现在您只要打开百度 搜康大鹏 可以搜出来非常多的 您和郭老师之间的故事 今天既然这本主在这 对吧 咱一个一个求证求证 您也说一说 这个到底它是靠谱 还是不靠谱 那咱这个第一个事 这事啊 说的是这个 大鹏哥如果要是 到郭德纲老师家做客 往往受到的 都是最高级别的领域 这事真的叫 没有这回事 那您要上郭老师家 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通共上他家 恐怕也就三次 然后都是有事 有事说事 该把事说完了就走了 君子交友淡淡如水 就连水都没给口 好像 真的 应该是什么回事 连水都没有 对 就真是说完事就走 看来这个传言不准确 没有 接下来 这个传言 说的是这个 您跟郭老师第一次吃饭 是他请的您 但是您买的单 你要愣这么说 可以 但这个真实的原因 有这么一天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那节目是下午三点钟直播 结果实际上呢 郭老师大概在 一点二十左右 一点十分左右 可能他就已经到了 没有跟我说 我差不多一点半 我就给人家发了个信息 打了个电话 问您到哪了 人家呵呵一乐 我在你们楼下这儿 吃东西呢 那会儿我也没吃饭呢 我单要了个米线 还是个什么东西 我实际上呢 在进门的时候 我就先跟这个 前台这块账 连点我的 带把这账 就一块结了 所以你要愣说 人家请我吃饭 我掏的钱 这也加一块 也就五十块钱的事 其实就是赶上了 坐那吃一个 对对对 这都不叫饭了 这根本就不 不叫请客 明白了 就是这个事呢 其实有 但是它并不是 大家想象的那样 对对对 这咱确认了一个 行 那当年在您 就是刚开始 向大家推广 这个葛云社相声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这个节目我不满意了 那个怎么这样播呢 这主持人 怎么这么安排呢 他怎么这样呢 那是什么 有这种情况吗 我高度怀疑那些信是你写的 就此一模一样 我那会儿还在上小学 还没那文笔 类似的事情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是当时真的 就是我们有这个短信的互动平台 互动平台上收到的 听众直接发来的这个意见 这个 您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播 郭德纲老师的作品 哥哥您有些太捧他了 你想一个听众直接来说 哥哥您有些太捧他了 我也不认识你 直接上来叫哥哥的这种 我呢就给了一个有理有据的回复 截止他说话的那一天起 往前倒推365天 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里 我的开心茶馆节目当中 在这一年里播出 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118段次 马三立先生的作品 105段次 侯宝林先生的作品 90段次 就这几个数字我都记得 老先生们的作品 有时候是有重播的 紧跟着我写了一个 郭德纲的作品 87段 这个人就在后面又回复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 你猜我让你猜 你能想到怎么说吗 他的这个心态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回 那个汪春阳 你当时写信 你怎么给回的 谁呀 哥哥不是我写的 他回信 写了这么一句话 还是在这个BBS上 你的意思是 郭德纲可以和刘马侯 三位大师相提并论吗 还真有这种人 这个我就觉得 我就没有再回复了 他针对性很强 我就没有再回复了 因为这个没有必要 抬这个杠了 我过后好像在给别人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 我说我就解释了一下 这87段都是过去一年里面 我录制的 放眼中国相声界 谁能够在一年里面 还说87段相声 我今天怎么播郭德纲 那天我怎么播他 所以我觉得郭老师之所以 也能这么感谢大鹏老师 我觉得也跟大鹏老师 这种真的是出于 对艺术的热爱 和对相声事业的 这种热爱的角度 从而对他的支持 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 好 那接下来这问题 这问题就稍微更有点跳事了 我知道您还问 别说了 这是他们网上说的 这是他们网上说 说您第一次去德人社看演出 说您看上的还不是郭德纲 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个很正常 就是第一次在华盛天桥 我本身就对他那天使的那个作品 咱们像是同行可能很多人听过 叫杨乃乌鱼小白菜 不是后来那个杨乃乌血状 这个底是就是 卖白菜那种 张鲁顺先生 对 报一白菜 我本身首先 我今天我也觉得 你这甭管是张先生也好 还是于谦也好 报一白菜 最后在这演一傻丫头 卖白菜 这傻丫头啊 这有什么可乐的 怎么说这个笑料 它不打动我 没打动你 对 那从什么时候后来 其实才慢慢的 哦 原来郭德纲才是灵魂 第二次再去 就赶上的是《牺牲梦》 这个你就能理解了吧 就是那个是令我们之前这一代 甭管是取一工作者也好 取一编辑也好 还是观众也好 恐怕都会眼前一亮的 其实一方面是这个作品好 而且我跟您说 就郭老师的实法 其实也好 就其实同样作品 我觉得当时要给其他的演员 可能也不一定能演出这种效果来 对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郭老师刚创作那个 我这一辈子的时候 我正好跟高峰有个事 我们俩碰见 他跟我说 郭老师心动一活 我给你念叨一遍 他跟我念叨一遍 我没听出哪儿可乐来 高峰艺术水平也很高 但是在当时的他 其实还使不出这个劲头来 对 而且我这一辈子这个作品 你客观地说 高老师那个形象 跟这个活它是不搭的 对 好 这个几个传言 你看有真有假 咱们接下来再听下一个 说这个小月月 月云鹏啊 云鹏 绝不允许外人说 郭德纲老师一个不字 唯独大鹏是例外 没有过这种事啊 我干嘛当着人家面 办法人家师傅啊 今天这位人在这儿 我也不说 但好 这个他不一定是 真正有这个事发生 但可能就说明 您在德云社 这些弟子们的心中 可能和其他人是不一样 对 就是大家太熟了 因为实话说 包括小月在内 可能真的是 是从这么点小孩 看着长起来的 使活上有些什么东西 我要是觉得 哪有点这个不对的 或者是什么的 就我要是说点什么东西 可能他们不太好意思 搏我面子 但其实不表示 人家心里没下法 但是可能另一侧面 也说明您说完 他们也真得往心里去 小月而且是真的 特别就是在这点上 对 我一直记得特别清楚 就在他开始 红的那段时间 碰到他 然后问他 小月你现在心里 什么感觉 他特别真诚的 就是面色凝重的 就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那声音都是抖的 我害怕 真事 我当时就一拍张 我说好 这就行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这个话题叫交个朋友 我觉得大鹏兄 不仅是德云社的朋友 更应该说是 德云社的良师益友 不敢这么说 这就很高 今天我们 也不是为了在这说八卦 其实是把很多的 社会上一些谬误 我们把它纠正一下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告诉大家 通过这个刚刚的交谈 我觉得首先 大鹏哥是非常够朋友的 一个人 另外呢 我觉得他也很善于交朋友 您交朋友 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我觉得啊 这个交朋友 可能你要真在我来说 就是一个 大家可能觉得 特别没有技术含量的 一个字 就是真的以成相待 就是跟向上界 打交道 其实可能也有过 类似的这个事情 我讲一个 挺逗的事吧 有一位演员 也是办这个 自己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专场 之前说的都非常的 这个就是客气 就是一定来来看 多提意见 然后我看了呢 我就真的提了意见 我这人说话呢 就有点慢接吧 就是我这没说出来 他先抢先了 他先说了一句 不用说不用说 都懂都懂 这个 捧的话都别说 我说什么也不是捧的话 我说你这块活 我得找人重新钻呢 就他那个表情就 就猛的那么一惊的 哎呦太好了 兄弟兄弟 这个这别人呢 都都都是一味的夸好 那没用 我就需要您这样的 就这这改天 就您好好跟我说 就等等 就这然后就告别了 这个是我和那位演员 这辈子说过的 最后一句话 再没有 就再没有找过我了 过后我就想 我可能有时候 太过以诚相待了 可能适当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 虚语为疑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 其实真正爱艺术的人 或者说内心强大的人 都是愿意接受意见 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当年那个时候 我们还有那个 就是大鹏老师说的论坛 我们当时天津 有一个叫中华相声王 哎呦 我这是学知识的 一个好地方 对 那时候郭德纲老师 在那上叫天津小孩 在中华相声王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年郭老师 演了一个这个打砂锅 打砂锅 他前面有一个 什么样的铺垫呢 就是这贼来了 他说这么一句 就是我要有锅呀 我早不你炖了 但是最后 他那媳妇得出去 拿锅去打这粥去 就有当时的网友提出来 就说您这一点是矛盾的 您头里说 我要有锅 我早不你炖了 但是你后来又拿出锅 去买早点去 这点什么 当时郭老师就接受了 意见 你听他之后的版本 就把前面这句去掉了 对 所以你说 那个时候 其实郭老师已经火了 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网友的意见 对 他也是接受了 那这样 这个大鹏兄 您看这个 之前咱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您对相声 非常了解 那您这个是 从来就是做相声节目的吗 不是 这个真不是 这个你们节目的 这个编导 这个余老师 因为之前联系这个工作 加了朋友圈了 看到我朋友圈里面提到 我以前是学西方音乐史的 我以前在电台是做古典音乐节目的 古典音乐 对 西方古典音乐的 自打他知道这个事以后 他跟我的对话 我们的聊天记录 90%是关于古典音乐的 没有一点关于相声 和关于你们节目的 我以为他跟您对话就 老康你好吗 这是哪 做古典音乐 做古典音乐 那怎么就转到做相声了呢 这个电台把我当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招进来 然后2001年的10月份 电台改版把古典音乐节目都取消了 这个原来是下岗再就业 然后这个领导分配 做这个曲艺节目 才有接触的这个 您还做这么得心应手 而且对相声也是了如指掌 您是不是也下了很大功夫 就平时我的生活中是离不开音乐的 就是永远就基本上这儿得想着 但我能非常确切地记得 那一年 我一点音乐都没听 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听相声 然后整理完了以后 就开始想着 得出去再找更多的好的东西 后来发现天津这个的确是 还是相声的 我们说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末期的时候 那一批老的传统相声 让我逐渐地意识到这个魅力 再后来就慢慢地想着 那能够有更多的 包括咱们北京的周末相声俱乐部 然后天津 其实当时那会儿 于宝林先生 王宝华先生 他们做的 回到茶馆的这些工作 我那会儿其实也到天津来 就是咱说裸活也好 说裸录音也好 其实在当时 包括跟这个 我现在能记得的 邓吉曾先生 这些全都是就是 好朋友 不能说好朋友 就是能够有机会 在这些老先生面前 就是人家也给这个面子 就是能允许去录这些音 把这些好的天津的茶馆里的 这些原生态的东西 带到北京的这个剧场里去 包括郭老师也一直在说 光是相声火 其实不是真火 得取一百花园都火才行 天津刘立福先生 晚年的时候 在这个 和平王宫 对 后来两个地方 除了星面和平王宫 对 都录下来 那段时间 虽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 非常地值得 特别是在 刘先生当时 那个演出的最后一场 就整个这个 就是这场说完了 就不再说了 刘先生指着我 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 我到今天 我都觉得心里 特别地温暖 这是个有毅力的人 我觉得这个 比什么对我来说 都重要 非常肯定 对 也是在北京台 保留了完整的 刘立福先生的资料 当然大家有听 还是有听天津下来 都有都有 那接下来我们 还会有一个 更高的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 相声节目的 编辑和主持人 能不能也展示一点 我们相声的 这个基本功 您有没有 相声节目的主持人 需要展示的基本功 就是做主持人 不需要去 展现相声 直接都唱基本功 这个当然是一个 更高标准的要求了 就是说 如果说您做一个 相声节目的 编辑和主持人 您还先给我们 拦上两段 那当然我们对您的 这个看法就更高了 那行 我就给大家 唱一篇这个 同仁堂 太好了 怎么样 我不会打板 您给我贴个板 好 是您一打 我就唱 还是我一唱 您就打 我头里稍微来一过门 您就往后走 行行行 就走就得了 我们也没对过 主要是听您 好吧 来啊 同仁堂啊 那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那个 好比甩手自在王 药王爷就在上边坐 实的名义 列在两旁 先拜那个药王 后拜你 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那么药王爷 本姓孙 骑龙胯骨 手碾着针 那颗的先生孙思秒 外颗的先生华托高 那么孙思秒啊 一道高啊 三十二岁 入的唐朝 正宫那个国母 得了病 那么走线浩莫 治好料啊 一针治好 娘的那病 那么两针治好了 龙一条啊 半岁一剑 龙心喜 亲身那个选他 再当朝 封他的文官 他不要啊 封他武将就不头咬 换班出自了 无忌难 亲身刺剑 大黄袍 这一旁怒挠哪一个呀 怒挠了 竟得老英豪 微臣我 我在东党西沙 功劳大 为何你不辞 那黄袍啊 一副钢鞭 拿带了手 手拿着钢鞭 赶黄袍 那么药王爷 妙法高啊 脱去了黄袍 换红袍啊 黄袍供子了 药王搞 黎民不幸 猜吧香烧 你老这个买卖 有兰贵 那么倪了兰贵 三尺三寸三丰高 那么一边搁着个亚药碾 那么一边供着个炸药刀啊 炸药刀 亮汤汤 几外草药 倪了先尝 先炸那个牛黄与狗宝 后炸冰冷与射箱啊 逃人陪着杏人睡 那么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 睡得三惊 焦白夜 胆大的木贼 跳金墙 倒走了水银五十两 那么金毛的狗儿 闹汪汪有丁香去送信 那么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 佛手抄起 甘草棍那个棍棍 打在沉皮上啊 打在沉皮流鲜血 那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 大苏丸小苏丸 胖大海啊 低楼圆的狗屁高 又贴风寒呢 我有心接着要明儿万下唱 我唱到明儿可唱不完 谢谢 这一大段啊 真棒 我觉得这绝对已经超出了一个 曲艺相声节目主持人的范畴了 这基本上已经跨入相声界 先进行列了 这真的让我对您接下来这跨界相声 特别的期待 那捧得呜呜呜呜的 待会儿睡的呀 那不能够啊 好 那接下来咱先听听大家的相声啊 接下来首先请上 四瓶许剑 有请两位 哎呀 跟您打电一下 什么呀 这是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的录制现场吗 不是 不是吗 那那怎么来的都是一对一对的 还穿着情侣装 那是来的都是一对一对的 但是也不是搞对象的 那那你们这是什么栏目 说相声的 什么栏目啊你们这是 群英会 群英会 哎 哦我听过 听过 哦知道 群英会 我听说到这来的嘉宾都特别有学问 是这么回事吗 没错 哦 你怎么样 那跟他们比 我最强 哦 太好了 哎 问您个问题 哎 您说 您还能活多长时间 哎 我 我要死是怎么着 哦 不是这么问的 啊 您还能活多少日子 那不一样吗 也不是这么说的 哎呦 这话怎么说呢 你想好了说 我是想问你啊 啊 你还能蹦的几天呢 哎 我是那秋后的蚂蚱 我蹦的不了几天了 是呢 哎呦 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对啊 哎呦 这这 你怎么 你怎么不明白呢 对 我明白命没了 哎 刚才这么跟你介绍吧 啊 你说 我呀是一个 专门研究未来世界的 一个票友的科学家 哎 好 这科学家都有票友了 我想看看 您还能赶得上 赶不上 未来世界 那个精彩生活 哦 那那未来世界 是什么时候啊 三零零零年 那我总赶不上 到那时候 我在哪 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啊 哦 你知道啊 那我在哪啊 如果没有野狗八坟的话呀 估计你还买那棵 对 我就买你旁边了 知道 别开玩笑啊 咱俩谁开玩笑 我真是研究未来世界的 是吗 啊 那您都有什么成果 跟大伙说说 到了未来世界 啊 单身的朋友们有福音了 那有什么福音呢 哎 有这个单身旺 救助站免费分配女朋友 好 这女朋友都能分配了 是吧 好 你说吧 啊 你光过一个人 我 你就能从这个救助站呢 领个女朋友回家 是啊 回到家之后 俩人好好过日子呀 跟你女朋友 要是处得不好呢 哎 你还能把你女朋友啊 导给你哥哥 有这么导的呢 无所谓 那怎么呢 都是机器人怕什么的 哎 机器人啊 你以为呢 那得大活人呢 哦 长得又好看 身材又棒的大活人 就是 人凭什么找你呀 人家还有那个单身旺 救助站免费分配男朋友呢 哦 合着都是机器人啊 那可不 别看都是机器人 但是未来世界这个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做出来跟真人一样 是吗 而且还是这个自主的意识 哦 能跟你无障碍交流 哦 还能沟通 一张嘴都是英伦腔 是吗 你好 哎 你听听 再见 嘿 奶奶个嘴 奶奶个嘴 对 机器人还骂街呢 不是 这是选择的赵立荣的语音模式 哦 还能自选模式 那当然 哎 那里机器人都长什么模样 什么模样都有啊 是吗 满足个性化设计 是 实变的 哎 什么叫识变的 就想什么样有什么样啊 好比说你从救助站把你这女朋友扛回家 您听这字眼 到时候你就琢磨了 哎呦 我喜欢有个女演员叫孟光美 哎 是 大锥子脸 对 一低头能给自己扎透糖的那种 长发脑子的脸 我这女朋友要是长成这样就好了 哦 是 哎 回家设置好系统 一按重起见再看你女朋友 怎么着 就变孟光美那模样了 哦 就成孟光美了 呵 看着看着你看烦了 哎呀 哎呦 我喜欢赵丽颖那模样的 赵丽颖也行 甜美可爱 是 哎我女朋友跟她似的就好了 哎 哎一按重起见再看你女朋友 哎 怎么着 哎 变赵丽颖那模样了 我就变成赵丽颖了 要 看着看着你又烦了 老师 哎呦 我喜欢这个古典美 嗯 头前年有个老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 有啊 里头有个姓赵的演员 是是 哎 我女朋友跟她似的就好了 那就行了 一按重起见再看你女朋友 哎 怎么着 变赵丝了 赵丝 合着我女朋友就 这这这 这我不是 变那个姓赵的那个演员 她叫 赵雅之 变赵雅之了 看着看着你又看烦了 我又烦了 哎呦 我喜欢国外的有个女星 啊 就五群的那个 她叫什么呢 梦露 哎 梦露 哎 我女朋友跟她似的就好了 是啊 哎 一按重起见你女朋友 啊 改梦广露了 对 改包公了 不是包公 改那个演员叫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了 对了 义务群的张子还唱呢 还唱 好我领异乘啊 张张露啊 还是梦广露啊 机器人也得学点国粹 哦 哎 那还有什么不同的吗 到了未来世界 房价便宜了 哦 房价价了 真正的白菜价 哦 那那么便宜吗 那咱天津来说 天津怎么办 南开区 啊 一块六毛五一平 那太便宜了 那何西区呢 两块三毛二 红桥区 四块五毛八 滨海 五块三毛一 哎 刚才那南开区 是多少钱来着 南开 两 哎 哎 哎 我要再说一遍 跟刚才那数可对不上啊 好 瞎编吧 不是瞎编的 不是瞎编的 反正就这么两三块钱 三四块钱 哦 就便宜了 但是也有贵的地段 是吗 哎 到了这个天津市 什么地段贵啊 哪贵啊 有巷上茶馆的地段 房价都贵 六十万一平 我货 不是 为什么那么贵啊 因为未来世界 没有学区房的概念了 哦是 巷区房 什么叫巷区 有巷上茶馆的地方 房价就贵 嘿 你听听 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人们这个生活压力大了 什么地方能让他快乐 这个地方房价就高 哎 听着过瘾 对了 还有什么 还有 哎 到了未来世界 没有私家车了 那那改什么了 私人飞行器 哇 那那飞行器长什么模样 就是一个真皮的座椅啊 是 一边一个咕噜 对 轮椅啊 轮椅干什么 你满天飞轮椅 你看着瘆人不瘆人 是够吓人的 仿轮椅设计的飞行器 前面有玻璃罩 哎 时尚简约还便捷 当然了 一个人一个飞行器 都在天上飞 也容易查住 可不吗 也容易堵气 哎 对 所以到了未来世界 也限号限区域 哦 那时也限号 哎 一三五单号在平流层开 二四六双号在对流层开 哎 你看 你要想从平流层 跨越到对流层 把飞行器停到云台上 等个人呢 也不行 有交警 骑着扫手过来贴条 哦 哦 那时候还有贴条呢 贴条 当然到了未来世界 也有不好的地方 哦 那什么地方不好的呀 环境污染 臭氧层破坏 哦 到了未来世界呀 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哦 那白天得多少度 零上一百度 哦 那晚上呢 零下一百度啊 那这样的人受得了 哎 人受得了 到了未来世界 人这个皮肤啊 进化了 哦 进化的是既耐寒的又耐热 哦 是人进化了 对了 对了 我以为空调升级了呢 空调啊 不 到了未来世界没有空调了啊 哎 怎么还没空调了 到了未来世界 这个电力污染的缘故 像什么这个发电厂啊 核电站的全部拆除了 所以未来世界是一个没有电的世界 哦 未来世界没有电 没错 那那咱家呢 家用电器怎么办呢 那都用不了了 哦 像什么这个电视机啊 电风扇啊 电吹风啊 手电筒啊 一概都用不了 那最起码的得解决我赵明的问题 赵明好解决 一家一个人造小太阳 小太阳 全都是外太空陨石制成的 不用电 老亮着 那也不行啊 那晚上睡觉怎么办呢 睡觉你弄个黑罩子 给它罩上不就完了吗 多麻烦 那没办法 到了未来世界就这样 那还有什么不好的吗 哎呦 到了未来世界 吃的东西少了 什么少了呢 鱼不能吃了 那为什么呀 重金属污染 吃鱼掉头发 掉头发 对了 所以你走到未来世界 那个大街上 看见没有头发 那个秃子呀 都是吃鱼吃的 而且吃的鱼品种不同 你秃的程度还不一样 哦 等于在未来世界呢 秃子都是吃鱼吃的 没错 哎 你看我有这么一个朋友 啊 就是他前边秃啊 后边不秃 哦 那这要到了未来世界 那是吃什么鱼吃的呢 吃咸水鱼吃的 哦 这咸水鱼 错不了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啊 他是前边不秃啊 后边秃 这是吃什么鱼 吃淡水鱼吃的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是中间秃啊 一边的 一圈的不秃 这是吃甲鱼吃的 这怎么吃甲鱼呢 甲鱼不是有裙鞭吗 我说这是裙鞭呢 你还吃 哦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呀是 这秃啊 这不秃 这有头发 这没头发 这有头发 这没头发 这有头发 就是斑秃 对对对 这不是吃鱼吃的了 那吃什么吃 这是吃七星条虫吃的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您别说了 你这朋友怎么都是肚子呀 你这朋友 不是 我不就想问问 反正到了未来世界 鱼吃不了了 哦 就光鱼吃不了了吗 不是 鸡也吃不了了 鸡怎么吃不了 因为鸡丝料理检测出致癌物质 导致鸡这个物种啊 2068年就灭绝了 哦 鸡灭绝了呀 对了 所以到了未来世界 鸡肉没法吃了 哦 是 要吃你只能吃鸡蛋 哦 那鸡蛋呢 你等会儿 怎么呢 这鸡灭绝了 嗯 这鸡蛋打哪来的 哎 哎 对啊 哎 哎 你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是啊 你给解答一下 这个鸡灭绝了 鸡蛋是哪来的 对了 他打哪来的 他 他这个鸡蛋呢 啊 他是鸭子下的 没听说话 鸭子下鸡蛋是吧 哎 鸭子下鸡蛋这事 你听着新鲜吗 新鲜 他 他 我觉着也新鲜呢 不是 不是 先前我觉着是新鲜啊 是啊 后来我琢磨明白了这事 他就不新鲜了 那不新鲜你说这为什么呀 鸭子下鸡蛋 这里有科学依据 哎 有什么科学依据 鸡蛋个儿小啊 对啊 鸭蛋个儿大啊 没错 你别说鸭子了 是 你就说你吧 这怎么说话呢 比如说呀 你生孩子 对 我生孩子 你媳妇生的孩子 生一六斤的 跟生一六十斤的 对 你要生六十斤的孩子 生一九斤的吧 九斤的啊 哪个容易 那六斤的容易 鸭子跟你想的一样啊 是吗 鸭子心里也琢磨呢 哎呀 那个鸡蛋个儿小啊 鸭蛋个儿大啊 什么味儿这是 我还是下这个个儿小的 省劲啊 所以溜溜达达 找一没人的地方 大概多少 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鸭子又羞愧了 找一鸡脚干篮 往那儿一蹲 都不用使劲 门一开 自己就出来了 所以鸭子下鸡蛋呢 从设施设备 技术层面 不存在问题 主要取决于 这个鸭子 能不能突破 伦理道德的约束 还有自身这个心理障碍 那也不对啊 这有什么不对的 你想那鸡都灭绝了 那鸭子也应该灭绝了呀 不都是家禽吗 鸭子它灭绝不了啊 它怎么灭绝不了 鸭子它不吃饲料啊 鸭子可以出去找食吃去 不吃饲料 那鸡不也可以出去找食吃去吗 鸡它不能找食吃去 鸡因为常年在这个笼子里待着 退化了 2036年它就不会走道了 棒棒到了2068年灭绝了 还有这么一大呢 对了对了 到了未来世界 年轻人吃的零食也少了 那能吃什么呀 就剩三样 哪三样 有这个泡椒凤爪啊 泡椒鸭掌 还有泡椒猪蹄子 还有泡椒猪蹄子呢 那怎么不能泡呢 未来世界辣椒一亩地两万公斤 想泡什么泡什么 这产量可够高的 泡椒凤爪 没错 那个 问问您 说什么呀 这个凤爪是什么呀 凤爪鸡爪子呀 凤爪这还用问吗 那又不对了 有什么不对的 那鸡都灭绝了 那鸡爪子从哪来的 对呀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呀 我都尖锐两回来 这个鸡灭绝了 鸡爪子哪来的 哪来的 它这个鸡爪子呀 它是鸭子下的 不是 鸭子修的 鸭掌修的 鸭掌修的 怎么还鸭掌修的呢 你鸡灭绝了 鸭子没灭绝呀 你把那个鸭掌拿过来 鸭掌上的有什么呀 铺 对呀 你拿小剪刀 把这铺咔嚓咔嚓剪下来 修成鸡爪子 这母鸣当鸡爪子嘛 修脚修脚的嘛 就是说这个 那说了半天 那不还是鸭掌吗 对 本质上就是鸭掌 是鸭掌对吧 是鸭掌 刚才你说的 三样东西 泡椒凤爪 泡椒鸭掌 泡椒猪蹄子 那这个凤爪 要是鸭掌做的 那不还是鸭掌吗 那等于是两样东西 哦哦哦哦 对对 我好像 对吗 刚才那里都说了鸭掌了 是吧 你自己都忘了 不是忘了 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还就不是鸭掌修的 就是鸭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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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又回来了 回来什么呀 鸡灭绝了 鸭掌子打哪来的 你这人怎么杠头呢 你老跟这鸭掌子叫什么劲的 我不叫劲不行啊 他这个鸭灭绝了 鸭掌子哪来的 他是个科学命题 你这学历 你幼儿园你都没毕业的 你听不懂 你干脆别问了 问得行 那哪行 你这科学也得讲道理 不能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对吧 你胡说八道 没人 不光是我想知道 在座的好朋友 咱都想知道 对不对 对 不是你得说说 你别煽动观众 不是煽动观众 你想知道不是吧 对啊 这个鸡灭绝的鸡爪子 咋哪来的 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编呢 我跟你说呀 你还行不行了你 你这不找话头吗 你找啊 对啊 你鸡灭绝了 你鸡爪子哪来的呢 哪来的 他我跟你说呀 你说呀 当然我跟你说 你也不能说 这耳朵听这耳朵 那是 你得听在耳骨内 记得心花里 我得记住 将来走的大街 什么叫高的桌子 矮的板凳 说的讲的 谈的论的 有人就提出来了 说这个鸡灭绝了 鸡爪子哪来的呢 这时候没人说得上来 是 唯独你许剑站出来 蹬蹬蹬蹬案的 我告诉你 那么一说 那真就一扭入林 是不扭鸭音 对了 别人听过之后 无不按调大指 许剑这个女同志 有点学问 对我改妇女了 这个小伙子 有点学问 你不就问 这个马怎么掉 茶碗里咽死的吗 他是男 你快把马怪脱了吧你 怎么马掉 茶碗里干嘛呀 你问什么问题呀 我问了鸡灭绝了 鸡爪子他哪来的 你怎么还没忘呢 我忘得了吗 你不就问鸡灭绝了吗 对呀 鸡爪子 鸡爪子哪 哪来的 你死海炸弹 我找出话头了 找到你说呀 你怎么糊涂呢 我怎么糊涂了 有库存呢 未来世界那个鸡爪子 都是2068年 留到那时候的 那留那么长时间 那鸡爪子不就坏了吗 哎呦你糊涂 它坏不了 它怎么坏不了 它不有冰箱吗 哎呦我糊涂了 都没垫了 哪来的冰箱呢 就这啊 好拍吧 酱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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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公主去到筋皮筋 不由本宫习心间 战利宫阿门 叫小半 哈哈哈哈哈哈